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萧村老师 欢迎你收看我们今天的财源广进 台北股市在今天礼拜五的表现 几乎是比较偏胶着 指数空间最近都不太大 那当然成交量也萎缩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家都在等 就是说现在市场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了 因为美国总统选举是在下下个礼拜二 11月3号 那美国时间是礼拜三 那可见的没有几天 那到底未来会怎么样 大家都在等 不是你在等全球股市都在等 那我的看法是这样 因为今天不管谁当选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那这次大家会等待的原因是因为 到底11月3号选完之后要拖多久 那个总统才真正出炉 那个输的人他会不会不认输 到时候会不会把时间拖太久 所以呢造成市场上都在偏等待 那今天这个盘势呢 你会看到怎么搞的 到底是要涨还是要跌 我们今天针对这个课题 我们来讲解 美国总统选举之前 这里该怎么做 我们要怎么去拟定这样的策略 那这个策略呢 当然跟美国股市是有关的 好我们就来直接看美股了 因为昨天的美国股市 我们会发现到 早盘的时候呢 是先压低嘛 到收盘的时候 好像流出下影线了 可是呢到中场呢 涨幅没有很大啦 只有百分之多少 0.1%左右了 到现在美股的走势呢 就是比较偏区间啦 那昨天呢稍微微迫一下 有迫月线的状况发生 那这里怎么看 在选前的时候呢 这个礼拜几乎啊 大家都在等什么 索困案啊 会不会在选前过关 昨天会让美股呢 去流出一个下影线的主要原因 因为众议院的议长他说啦 索困协商快达正了 哇利多消息耶 所以美股拉起来 对不对 可是美股为什么只涨不多 就是涨0.1% 那各位内容要看一下 不是标题看完就好了 我们注意看 因为昨天的众议院的议长说啦 纾困方案已经快要出炉了 这是利多啊 不过他坦言啦 双方尚未对部分关键议题 关键议题取得共识 你关键议题没有 关键的议题没有达到共识啊 而且议员们也得花时间 才能领考方案进行表决 不讲屁话吗 到底过不过 现在还是没有答案 现在整个有关于美国的相关的一些议题 几乎都没有答案 就像今天啊 川普他们在跟拜登在做辩论嘛 那我记得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啊 主持人就问川普嘛 川普前一阵子说 疫苗最近大概这几周 就会上市了 那就有主持人问他 你不是说要这几周要上市吗 川普说啦 这几周会不会上市 我没有把握 但是我觉得年底啊 一定会有一只会上市 我很乐观 好那各位 还是没有答案嘛 为什么没答案 你去看嘛 因为最近我们发现到 美国两大药厂 他停止新冠疫苗的测试 对不对 再来呢 之前参加牛津疫苗测试 巴西有一个志愿者还死亡 到底是他本身的问题 还是疫苗的问题 现在还不知道 然后呢 是不是年底 就如川普说的 他很乐观 最少会有一只疫苗要上市 好那各位 昨天我们中研院院长说啊 疫苗最快明年 年中 中间的中才会上市 最快年中 有没有 所以现在都没有答案了 那既然在一个 没有答案的环境里面 那在这一段的走势里面 我们要怎么去做 还有呢 排骨最近维持区间啊 他到底是要涨还是要顶 还是说美国选举之前 就这样子盘到选完之后 这关心着什么 我们的操作策略嘛 那我昨天在节目里面 我有跟各位讲 我们现在要去拟定 台股的操作策略 那最佳的方式呢 就是我们去看美股 美股到底会怎么走 他一定会 连带的去影响到 整个台股的变化 昨天我花了一点时间 我把美股在选前的这一段 那他应该要怎么去做发展 那未来的趋势该怎么去走 我有跟他做过说明 我们来仔细看 昨天我怎么跟他讲 现在美国总统选举的因素了 那我说未来的重点应该是放在 能不能马上就决定谁是总统 会不会时间拖太久 现在大家不知道 那你现在疏困案呢 到底过还是不过 现在也都不知道 所以你说这段期间里面 美股要大涨 几率不大 好几率不大 那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美股走区间嘛 用时间去等嘛 等答案嘛 那各位 我昨天怎么跟你说 我昨天我话图跟大家讲 我说 如果美股现在最佳的走势 就是走区间 但是这个区间盘呢 他会发生一个状况 就是因为他未来的月线 已经从这个位置 他要开始一路往上 季线的位置会从这个地方 他开始一路往上 对不对 你会发现到 这一段跟这一段的速度跟距离 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就跟他讲嘛 未来美股的月季线 他会用平行的方式往上 好就是这样子 他会用平行的方式去往上 可是现在重点来了 如果说你未来月季线的方式 是用平行方式往上 那你美股又是走区间的话 那美股会不会在这地方 区间区间的时候 你月线往上 结果呢先破月线 有可能嘛 对不对 你看嘛 昨天美国股市就让你看到破月线了 所以要破月线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现在注意什么 如果美股一直走区间 他会不会先破月线 当你先破月线的时候呢 如果美股的有出现什么状况 或大家信心不足的话 那接下来要预防什么 会不会连季线也破 如果说连季线也破的话 到时候呢 美国股市的月线会开始下压 因为它的成本开始上扬 那你既然都是破月线线 你未来的月线 就会开始下压 当你月线要下压的时候呢 后面呢就有形成什么 月线线 死亡交叉的风险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美股走区间的话 这不代表说美股是一路偏强 他反而是有破月线的危机 那如果说美股有出现 这样的走势的话 那各位我们想想看 因为最近的台北股市比较偏区间 但是这个区间盘局里面 你也会发现到 台股的月线已经破季线了 那你现在去扭转这个趋势 要怎么扭转 我跟他说过 只有一个方式 你就是上一万三 你就是一路往上拉 当你能够一路往上拉的话 这里就不会有死亡交叉的情况发生 对不对 可是呢 你要看美股涨不涨 那最近的美股你说它会大涨 应该是看不太到了 比较偏区间 所以呢 台北股市未来的走势呢 最佳的走势 就是维持区间 但是 如果美股跌怎么办 你有想过 如果美股在这段期间里面 可能大家没有信心 或是有什么样的状况发生 美股跌怎么办 好那我建议各位了 现在整个全球股市都在走 都在等观望 那这个观望盘呢 到底我怎么去区分强跟弱 当然我们还是以美股为主 那就美股的走势来看 我今天在那个我们这个Line Edge里面 因为我盘中10点半的时候 10点啊 我大致上都会录一段YouTube 稍微讲解一下今天的盘怎么看 那如果说你比较想要提早知道答案的 你可以加入我们这个Line 那我今天在这个Line Edge里面 我盘中的YouTube 我跟他讲得很清楚 我说 那我现在要怎么去研判美股的强弱 特别你想想看 美股走震荡 未来会破月线 那如果说美股呢 稍微有下走弱的话 也是破月线 那我怎么去研判它的强弱 我就跟他讲 现在美股已经回补这两个缺口 对不对 那当然啊 如果说以美国股市的角度来看 他在这一天的时候 就这一天啊 你现在看到我预标是在这里 这一天的时候呢 美股市开始出现连续三天上涨 那比如说这是属于一个 比较偏起涨的位置 那如果说这个位置区的走势呢 这根K线 它是跌破的话 好没有我跟你讲 月线就会破极限 所以呢 当美国股市跌破 这根K线的时候 你就要特别注意哦 到时候呢台北股市啊 你不要说台北股市会继续攻 台北股市会被拖累 好咱这一拖累下来的话 对于一些个股的状况 就会很麻烦 什么意思 什么叫很麻烦 你想想看 台股最近的走势里面 你会发现量缩 量缩指数没有跌 可是当然你是针对一些特定的个股 你可能去做撑牌 可是呢 很多个股没有资金啊 那怎么办 它上不去嘛 所以你现在反而要预防的是 就算美股这段是走区间 你台股也是跟着走区间 那这里一定是伴随量缩 那当你在量缩的时候呢 有些个股的量会不够 所以呢 你反而要预防 会不会有些个股这地方 它上不去 没有量之后 它继续跌 什么意思 我之前有跟他讲 当你台北股市 有些个股跌身弹 比方说最近大力光 跌身反弹 对不对 可是你弹起来 你上面一层层层套牢卖压 为什么 因为你之前融资一路买 一路买一路买一路买 你上来后面就有人要卖 那到底是他真的上得去吗 这目前还未必 因为当你这类型的个股 创低点之后 它现在已经拖累了 很多的股票 都来到低档区 都已经来打到 创近期低点 而且融资都在增 有没有 比方说这些个股 弹都弹不上去 比方说这些个股 还在创低点 有没有 那当这些个股 还在创低点的时候呢 有些个股它撑不住 什么叫它撑不住 你看有些股票你看 盘整区之后上不去 反而最近都在跌 你看那质帮有没有 中断整理上不去 结果最近都在跌 是不是这样 你再仔细看 比方有些个股你看 中断整理之后 一路在创低点 那这些个股呢 是属于一些投资朋友的什么 称为磁力的重要标的 因为你有些个股创低点了 现在还有些个股还没跌 那如果说有些个股 它守不住 它跌下来的话 同样我要提醒你 可能维持率会不够 可能维持率会不够 所以呢 在选前的这一段 美国总统选举前的这一段 要留意 如果这根K线 它是失手的话 我跟你讲台北股 是会有回撤月季线的压力在 到时候有些个股会守不住 所以我还是提醒你 有风险的股票 还是要调节一下 不要说到时候越买越多 那持股呢都在等解套 那如果盘上去就算了嘛 盘不上去呢 到最后会有融资追缴的疑问 好不好 所以个股的问题 待会我再来继续跟大家说 那至于指数的部分 我们从7月底开始 因为我从3月份 一直到7月底 我们都是做多的啦 那7月底开始 7月底到8月份之后呢 我就开始跟你讲 持股要做调整 然后呢指数的部分呢 我们都几乎是逢高空啦 7月底到8月份 我们都逢高空 9月份的操作呢 我们基本上也都逢高空 中间有几笔呢 我们稍微去抢一下反弹 所以我们稳稳荡荡的 我们去做操作 好那再来 10月份我们几乎也都是逢高空 那我绝不凹单 那我们绝对会在 当天的时间点啊 我们就把单子 把它获利掉 把它处理掉 因为我觉得 很多时候呢 你盘中能够赚得到钱 不需要一直每天晚上 不睡觉去做夜盘啊 所以呢稳稳荡荡的 去做赚取盘中 最大的一个价差 但是今天的指数 因为它比较偏胶着 那胶着的过程里面 当然多少还有点空间啊 可是我今天没有操作 为什么 因为我在厘清 外资 你到底这个时间点 你是偏多还是偏空 我今天花一点点时间 花今天的时间 去看一下外资的筹码 好不好 什么意思 你注意看 台股昨天盘中的卖压蛮重的 下跌加速是上涨加速的 三倍以上 到收盘的时候呢 下跌加速还是比上涨加速多 但是尾盘指数拉起来 对不对 那一拉起来的时候呢 我发现到 奇怪怎么外资的仓 会来到3万1啊 因为它前几天才刚结算完 结果呢 你外资的仓位来到3.1万口 那你这两个半月以来的位的高点 就是高点的水位呢是 32528口 那可见说 你外资好像有要突破 3万2这个位置区 当然如果外资你去创 这两个半月未平常口数创新高的话 那代表说你这盘一定有撑嘛 搞不好呢 这个盘呢 在选前的时候 外资还特意稍微有点拉抬 可是我觉得不对劲啊 你美股没有涨 欧洲股市近期都在创低 然后呢 尼亚洲股市呢 比方说路股 在今天的走势里面还破月线 南岸股市呢 近期就在月季线之间 所以全球股市没涨 难道你外资要拉这个盘吗 所以我今天花点时间 我去看今天的盘市的筹码 我来厘清答案 所以我今天没有操作 答案出来了啦 因为外资在今天的盘市里面 他是卖超了24000多口 也就是说 他现在的总仓位啊 来到28000多口 没有上3万 没有上3万 那这注意咯 下个礼拜只要有一根黑棒 一根黑棒就好 我跟你讲 外资的期货多呆一定大减 如果他跌破25000口的话 他会像之前一样 出现什么 弱势的变化 那就代表着说啊 这个盘外资没有要做多 所以呢要留意 这地方不要乱买 那当然你会说 老师啊 那难道都没股票买 我一定要买不行啊 那到底要怎么做 好 这重点 待会回来 这跟大家做分析 好不好 那如果说认同我们操作方式的 我们要稳稳荡荡的 来带你操作了 好那会员怎么说 怎么做 我都在节目里面怎么跟你说 我不会无中生有 好不好 所以呢 过好年计划到封关 我希望在过年之前 稳稳荡荡的 帮你赚一笔 帮你赚到过年 我要让你到过年之前 好好的去过个好年 那这个专案呢 绝对不增加你的负担 但是额满我们就结束了 好不好 欢迎你 把握这个过好年 赚到封关的机会 广告之后 打电话进来 待会儿回来我们再来看 个股的操作该怎么做 休息一下 运达特顾 萧老师 过好年计划 从现在开始 一路到农历封关 只要二分之一 只要二分之一 请立即把握 今年红包自己发 老师帮您累积财富 一路引导封关 过好年 稍后再见 022-2781-0909 运达特顾 核心操盘团队 同志您不再忘补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 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欢迎回到现场 台北股市近期都比较偏焦灼 因为大家都在等 等说美国总统选举 或者是苏克安的问题 那我跟大家说过 很多问题都没有答案 但是我们要怎么去找答案 重点在哪里 我们就看什么 未来美股的走势变化了 那我这两天都有跟各位说过了 那当然了 在美股在这个地方走区间的过程里面 那我也提醒各位 这地方特别留意的是 有些个股它未必能够跟上这个牌 如果说你今天台股的量缩 你量缩情况之下 有些个股一定没有量 没有量它会跌 那如果让它跌下来的话 那要预防 会不会造成你维持率的问题 所以我这几天有跟大家讲 有些个股要预防什么 它会补跌 你看有些股票就这样 宏观 最近股价反而又在创低点 有没有 像最近的字帮也是一样 涨不上去又下跌 那生技股有些生技股更惨 你看一样压滑药 那点发天 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再比方说9103 美得一 最近又打到跌顶 那这些生技的个股 已经很多股票 在这波的走势里面 它里创低点 有没有 所以可见你之前买的到现在为止 都不知道怎么能解到 那我在这两个月我就说 很多时候当然大家都叫你买了 涨的时候跟你讲说这里要大涨不买不行 跌的时候会跟你讲说 指数放两边个股买中间 反正你就是买个股就对了 你看买到现在 持股一堆等解套 这是你要的方式吗 应该不是嘛 那我跟他说 为什么我说你不要买那么多 因为我希望你保留资金之后 将来这个盘 我可以带你去捡便宜 什么叫做捡便宜 不过你注意看 如何捡便宜 你不追高你去找那个领先落底的股票 你从产业面出发会找到有题材的个股 而且有些股价低估 你不追高股价低估 本亿比低营收成长 有营收成长的股票 再加上产业面的支撑 一定上得去 那如果筹码稳定 没有那个融资套牢 或者是融资断头的卖压 这股票一定上的 那当然你会说 老师你这样子写出来 这叫口号 不是口号 真的我会帮你去抓到 牌面里面最好的股票 最有潜力的股票 真的吗 我们来看一段VCR好不好 到底这样的盘我要怎么样 稳稳荡荡的赚 我要怎么不追高 我的股票就是上来去 看完这段VCR之后 我们再做解说好不好 导播请播VCR谢谢 当整个中心半导体 被美国去打压之后 大陆要发展它的半导体 那对于金元再生这一块 已经有人开始介入了 金元再生产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仔细来看 以金元半导体这一块来看的话 最强的 最有肉赚的 不就是连台积电吗 台积电5奈米 产能满载 3奈米 又被大咖抢走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要跟你介绍的是 我所看到的产业 再生今年最快 你要特别注意 我现在不是要介绍新云 除了新云之外 还有一档 我觉得比它潜力更大 为什么 因为这一档个股 它也是做再生金元 它主要的客户是台积电 它光是台积电的单就吃不完 那你会发现 这一整年下来 它都在将近这半年的时间 它都在打底 打底形态里面 这两个月外资拼命买 融资都没有增加 可见很多人没有发现 所以好的产业 目前来到一个 收敛末端 准备要走攻击之前 我跟你讲 机会来的时候 我一定带你进场去买 我要让你去买的是最有产业的股票 而且基本面最佳的股票 它除了再生金元之外 还跨足什么 离电厂的市场 也代表说电动车的市场 它也吃嘛 所以两大产业里面 对它而言是最有利的 所以好的个股 我们都是帮你掌握 最佳的进场机会 好 我们现在怎么减便宜 最近的盘你会发现到 很多股票都不涨 甚至会往下跌 但我跟他说过 你保留现金之后 我会帮你抓机会 而且这个机会 我不是叫你去追 是叫你去捡便宜 有没有 怎么捡 你仔细看 之前我跟会介绍一档 再生金元 并跨足锂电池市场 而且他主要的客户是台积电 那为什么去抓再生金元这一块 因为 前华雅科的董事长 他之前跑去 来到那个大陆紫光 那紫光的合约到期之后 他去台湾的设备厂 以及金元再生厂 星云 他进入这个星云 结果你注意看 我说我今天不是要介绍星云给你 我要介绍的是更好的股票给你 为什么 因为有些股票 他同样也是做再生星云 可是问题是 他主要的客户是台积电 那当然这个生意更大 没错吧 可是你会发现 我说股价在第一档 落底的股票不追高 落底的股票不追高 好 那各位你们仔细看 我要怎么帮你去捡便宜 到底方向我要怎么去抓 绝对不说涨生计叫你做生计 涨什么叫你去追什么 没有啦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自己做就好了 买份报纸做就好了 可是不需要这样 你可以赚更多赚更稳 好不好 当初我跟你讲哪一档 这档客股叫做生洋半导体 生洋半导体 他本身是做再生金源的 他的主要客户是台积电 而且他还跨足离电池的市场 又进入到电动车 你会发现到 这一段过程里面 有低点我就叫你捡便宜 结果今天一根红棒起来大涨 你看法人大买 对不对 如果你今天跟着这样子做 这一根起来之后 我跟你讲 你最起码10%以上 你都不用追啊 而且你的股票还在继续供 这就是我们的操作的方式 那当然目前我们会员 手上的持股 就一两档而已 如果说盘稳定一点 那我们就把资金再去找 有产业型的股票 我们要赚更多 那如果盘不好 如果是大跌的话呢 当然我一两档股票 我们就把它调节出掉就好了 对不对 我们不会让我们的自己 去每次就是陷入那种 套牢的风险 跟那种情境 所以我们是比较 稳稳当当的一个操作方式 那如果说你今天认同我们方式的 我跟他说过 不管指数或个股 我都要在过年之前 让你大赚一笔 我要让你赚到过年 所以过好年计划赚到封关 你又要买 我们就截止了 绝对不增加你的负担 欢迎你广告之后来电咨询 我们礼拜一见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